大家好,我是Ivan,今天我會來打Lot Draft 今天就有Lumberjack Rush,有Stage 1,有Stage 2 Stage 1已經完成了 我建議Stage 1是用Royal Hawk再加Mini Packer 你們上網搜尋應該很容易搜尋到 其實我就很容易拿到三聖 到了Stage 2,就是靠運氣 就是Log Drive 其實我現在已經是九聖二負 我也有幾張牌是很推薦給你們用的 如果你看到Draft那裡可以選擇Tesla 最好選擇Tesla 有Fly Machine就是Fly Machine 我選擇Tesla多於Goblin Cage Goblin Barrel盡量沒有選擇 因為其實對面有Lock的機會是很高的 或者有Snowball的機會也很高 盡量選擇Dart Goblin、Fly Machine 這些都真的蠻好的 最重要的是 當有Skeleton或者Ice Spirit的時候 我選擇這個Skeleton 擋這個Lumberjack是蠻好的 因為它會定期去Spawn一些Lumberjack 所以就 你要預定一點牌去擋Skeleton 去擋這個Lumberjack 抱歉 不說太多了 開始打 現在只剩下三勝 其實我用Gems去再打一個 機會率是很高的 所以就 儘管看看我會不會用Gems去打 再重複 一開始第一場 就有Graveyard Ram Rider 我選擇Ram Rider 以往這十一場 我都沒有見過Graveyard這個選擇 最後這個一定是Lock 我覺得Lock是好過Graveyard 不是,好過Sap Lock 其實你都可以擋這個Lumberjack 其實你都可以擋這個Lumberjack 那你都可以注意到 其實這個Lumberjack Rush 其實這個Lumberjack Rush 是會頭兩分鐘 是 1.3L 去到 即 就是 Normal Time 的 最後一分鐘 那 就會變成 2.666666 Alicer 那 它會顯示是2.7 Alicer 那 我就沒有試過去到Overtime的 最後一分鐘 那 根據經驗呢 應該就會是乘4 的 但我都沒有 真的去過這個階段 甚至我都不知道 究竟這個Mode 會不會是真的乘4 好了 那 暫時 打到差不多都OK 的 那 現在就是用Lumberjack 擋去 左邊一堆東西 那 不怕的 這裡有Lock 暫時也有擋到 一些 Skeleton 對了 再加上這個 一隻Archer 的幫手 是不錯的 那 暫時你會看到 我也有個 Damage Lead 不過 都是好少的 只有百多 其實說回之前的兩場 我等一下輸吧 之前的兩場 其實我就 真的有很大的錯 就是 我有一點點 overcommitt 就是 我本身 兩座塔 弄到對面的兩座塔 其實都已經很低 血的情況之下 我就 打算一定贏 所以就有點 輕視了對手 然後 誰知道 對手就 有些Spell 最後 就贏了 那現在暫時 其實我都 還未 即是說 攻得進去 那現在左邊 就是Ram Rider 了 Brogos 殺死了 Dart Goblin 之後 Ram Rider 你會看到都 賣到塔 有些人 是 有些人 這個challenge會令對面有正確的顯示 他有這個Ice Wizard和Executioner 他都很容易去解決我的challenge 那麼這裡就很容易贏了一場 那麼這裡我是拿到這個Magic Archer的 其實我也很建議你們真的打這個challenge 那如果你真的沒有時間我都希望你們去很快地用10分鐘完成這個Stage 1 因為Stage 1這次的獎勵就不只是Gold 是有兩個Legendary Token 所以是有時候你Clan War一直想要都未必有 現在就免費地去送給你們 好了到這一場了 這一場我也是第一次有Baby Dragon和Baddy Wheeler 這樣選擇 Baby Dragon 那最後就是Valkyrie 暫時都未想到如果他真的對面出這個Golumn的話應該怎樣擋 希望他不要有那些什麼Fireball 呃...Poison就不就最好了 好了一開始看到他有Fly Machine 不過我這裡不怕的 我也有這隻Dark Goblin 嘩...他這裡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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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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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了一個P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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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應該沒太多水去擋了 這個Push可以直攻主塔 應該就GG,WELL PLAYED 就算現在這個Push都不爆塔的話 我稍後都會攻主塔 來打了 分分鐘現在去左塔都拿了 WELL PLAYED 其實這個我都覺得 他可能是一個BALOON 其實我覺得他這幅DECK 可以贏到我的 因為有MINN HARD,有BATTLE HURER 有FLY MACHINE,有BALOON BALOON確實是一個 很好的卡 然後 你會看到我 對於這個BALOON可能只有DARCH SCORBIN 去守 那都 他一開始的BATTLE HEALER 再加上MINN HARD 那就真的出多了 好了,到最後一場 希望真的可以 贏了 那這裡真是難選擇 ROLL JANTS 這裡是ROLL RECRUIT 啊,這裡 FREEZE還是ROCKET ROCKET 這裡是GOBLIN GANG 因為FREEZE來說 擋的話 我覺得我不太適用 所以我 不選擇 好了,那這裡就 右邊立刻出個 ROLL JANTS 看看有沒有什麼 建築去擋 對啦,有的 在這個BALOON HUT 那麼 金貴這個BALOON HUT 其實就真的厲害了很多 在他 死的那一刻 立刻就會 SPAW 兩隻BALOON 所以是比 那個 改之前呢 是更加強的 那這裡 你會看到他 立刻加了 FREEZE來 那這裡其實我要 立刻出個ROLL RECRUIT 擋一下擋一下 也可以的 勉強可以擋一下 那他這裡 BATTLE RAM那個POOL也很漂亮 好,這裡立刻出個ROLL RECRUIT 不出的話 就真的沒有機會出了 還有,看看這裡能不能打到一些DAMG 應該可以爆到塔的 可以 好啦,那現在反而我現在是有個 LID的 但是 兩座塔合起來來說呢 對面是有優勢的 那就 對面是有優勢的 先出著這個MINION 去過牌 ROLL RECRUIT 擋一下這個 BATTLE RAM 可以的 他一出DARST GOBLIN 我就要 對上他的 就是用ARRO去擋 他的DARST GOBLIN 看到他的DARST GOBLIN 然後他立刻HELLO 那 右邊那裡的塔 我就給他了 2.72了 那就要強過這個 ROLL RECRUIT 這裡有點不幸的就是 他這個 RETARGET了 本身 我的MINION 打算是 打他那個 RICH的 但怎麼知道 RICH就RETARGET了 去了拿到 我的MINION 其實我這裡真的挺難防 要好好運用ROCKET 好了,這裡ROCKET 可以殺了他的RICH 差一點 不中了 但我右邊竟然 爆了塔 那這裡很大機會我贏了 嘩 待會這裡一定要看看REPLAY 右邊是怎樣 爆了塔 我只顧著 我左邊的防守 完全是 沒有理會我 右邊的塔 那這裡立即 先截圖 終於有這個EMOES了 好,現在就馬上來 看回 現在立即在那個 CHAT那裏 即是 Plan的CHAT 那裏立即 POST了這個EMOES 暫時應該是我最快 拿到的EMOES 噢,還有一個 那它是PASRAIL 所以 其實它輸也沒什麼 它輸了三場又可以繼續用PASRAIL 那這些 嘩,我連GEMS都沒有用 直接 是去 拿12勝 好了,那看回 最後這一場 最後這一場 真的是 挺緊張的 對上這個 美國外賣 懸華 其實 我看看有沒有 防守錯 這個ROCKET是炸得好的 這裏 防守都可以了 那這裏 防守都可以了 那這裏GEMS攻過來 真的沒有了 沒辦法 好了,來到這一刻 我本身呢 是 剛才那個位 是想用MINIONS去殺 WITCH 的 但是呢 它又不知為什麼 RETARGET了 還有這一個時刻 ROCKET炸過來 是很幸運炸到Dark Goblin 好了,那現在繼續成意吧 那其實到了這個PUSH 我右邊呢 其實 會比起左邊的PUSH 好像左邊的PUSH 是 那些強勁很多的 但是就 看看 我怎樣可以攻到進去 對啦 到了這一刻呢 其實我的ROCKET炸已經鎖到塔了 再加上 其實那個LUMBERJACK 和ROCKET炸已經打了Dark Goblin 那現在我是想 快點殺她的WITCH 那有機會的話 可能再加上那個BURN HUT 這樣 會 減低她很多 的 攻勢 那這裏真是不幸運 我只打了她一隻 那個BURN HUT 那你見到這裏 其實 最後的3秒 他都 其實都差一段距離的 可能 要多2秒吧 她的GARANT炸能的WITCH都 賣塔 那就 才有機會爆我了塔 那總結上來說呢 其實我 只要對準她的 卡 其實都沒問題的 ROCKET對她的WITCH ARRO就對她的Dark Goblin 那就沒問題的 那大致上就是這樣啦 那 真的好開心 可以不用用GEM 之下 是可以 完成了這個Charge 那3天之後 都有這個Season 8的 Global Tournament 那都 再Discover一下 看看有沒有什麼Deck 就是 我應該都會用 Biburn Heart的Deck 因為 這個Biburn Heart 真的厲害了很多 那都試一下用啦 那喜歡這條影片 就給我一個Like 和Subscribe 最後的一些 提示啦 提示啦 最好就是 一定要有Spell啦 你的Deck 那如果你四張 那四張卡 是沒有Spell的話 都沒辦法啦 要由對面去決定 你去 就是 有什麼Spell啦 有Fly Machine 選Fly Machine 有Tesla 選Tesla 那如果通常是 因為這個 其實我是 當它是Double Elessed Draft 去玩啦 那如果你是 呃 譬如 Night 和一些 那個叫 哎呀 突然忘記了 和這個Canon Card去選擇的話 你盡量都選一些高Cost的卡 去玩啦 因為這個Double Elessed Draft 都Cycle得 挺快的 盡量選一些高Cost的卡 去用啦 那但是 如果你說 低Cost的 可以 玩得好Skill的 那都是你的選擇 那你就 跟著你喜歡的卡 和你擅長用的卡 去玩啦 就是這樣 那今天 這條影片就在這裡 那下次再見 拜拜